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9月1日是全国各级学校的开学日 但受限于防疫措施 小一新生家长是没有办法陪同孩子们走到教室 学校也寄出了不同方法来安抚紧张不安的新生与家长们 其中桃园中立华勋国小的老师们就扮成了鬼灭之人的角色 让小一新生有与众不同的回忆 9月1日是全国各级学校的开学日 在桃园中立区华勋国小 校方特别安排老师们扮成动漫鬼灭之人的角色 并请高年级学长姐用毛线与学弟妹保持距离走进学校 借此安抚不安的一年级新生 受限于防疫措施 国小一年级新生家长们只能目送孩子进入校园 无法陪伴孩子一同走到教室 让他们不免感到遗憾 也表示为此在家先帮孩子做了好一番心理建设 避免泪傻笑门 今天第一天送女的来桑姐妹妈 送到教室会不会有点紧张 会啊 妈妈比小朋友还紧张 妈妈比小朋友还紧张 你已经有在家里开导很久了 你说她要来收学之前在家 非常紧张 昨天还差点睡不着健保 担心啦 担心她长不到班级 还要刚上学校会不会很紧张 对 因为刚开始嘛 小朋友有时候有活泼有害羞啊 又不敢讲话这样啊 主要就是要跟老师见个面一下 要告诉她的个性的这样 反正都不能进街海上就会担心这样啊 事先有就是先来 就是有带她来熟悉一下学校 所以就是还好这样 对不然就是当然还是比较希望可以 有机会可以进教室 就是第一天陪她一起 可是就是因为疫情的关系 就是也没办法 而在桃源龟山区文兴国校 校方则安排了录影团队 捕捉一年级新生们在校情况 并将影片寄送给家长 让家长们不错过孩子首日小学生活 孩子进到校园里面的时候 能够让家长能够了解孩子的状况 所以我们有安排了录影的团队 让孩子进到校园以及老师 如何照顾新生 在教室里的第一画面呢 都会传送给家长 希望她在学校可以过得很开心 然后跟老师还有同学都相处得很好 希望她感到兴奋而开心 加油你可以的 在疫情警戒上未解除下开学 尽管有着些许不放心 但牺牲家长们也只期盼孩子们 能在充足的防护之下 迎接开心的校园生活 而终于盼到了可以实体上课了 桃园特殊教育学校在大门口布置了出国装置 老师也穿上了机长的服饰 期盼未来学生走出校门 可以跟国际来接轨 校车一辆接一辆进入校园 迎接开学第一天 桃园特殊教育学校的学生搭乘专车而来 老师们也早在校门口等待 只要校车停妥后 马上推着轮椅上前迎接学生 由于疫情关系 学生们离开学校相当长的时间 重新回到学校 不少同学感到很高兴 因为可以跟同学老师们见面 校长表示开学前有持续跟家长联系 按照防疫政策也持续宣导戴口罩 一年下来也养成学生良好的自我防务措施 而学生上校车前会量体温戴口罩 也会做清洁 确保整车学生的安全 教室布置上面 我们就尽量把学生的桌椅给他拉开一点 然后增加这个大家的距离 防疫距离这样子 全校老师也打过疫苗 也会实施快筛制度 确保学生在校读书的安全 不过面对开学 还是有些家长很担心 会啊 怎么走 因为刚开学啊 疫情也说现在虽然是降级 但是也还没有说很稳定 所以还是会怕 那我个人是更严格 外出回家之后就换一套衣服 对甚至于洗一次澡 所以我这方面是做得很仔细 桃园特殊教育学校 在开学前两天已做好教室清销 课桌椅的间距也拉开 以往的团体课程也取消 确实避免感染风险 而老师也在开学日当天 办起机长 期望未来学生毕业后 能与国际接轨 记者吴永纯桃园报道 桃园龟山区文心国小 在开学前为各间教室课桌椅 以及可能接触到的公共空间 喷洒获得日本医学大学实验室 认证的奈米病毒涂料 要确保学生的健康安全 9月1号开学日 各级学校恢复实体上课 桃园龟山区文心国小 因而在开学前 采用了获日本奈良 县力医科大学 微生物感染实验室认证 可有效分解 包含新冠肺炎病毒的 奈米防疫涂料 喷洒在教室课桌椅 楼梯扶手 智慧黑板荧幕等 手会碰触到的地方 要确保学生健康安全 平常我们的防疫 除了喷酒精之外 消毒 戴口罩 我们就是今年特别增加了 奈米抗菌籍的涂层 帮每个学生的课桌椅 还有他接触得到的物体表面 全部喷洒了医疗籍的奈米涂层 它可以防止肠病毒 COVID-19的病毒 以及一般性的细菌 主要就是为了让孩子们 在接触物体的时候 不要再有感染的风险 那这有效期是两年 所以也就是说这两年内 所有老师就不用每天 定时定量的喷酒精 那为学校省下了大量的人力 以及这个时间 除了遵照政府的防疫指引 简直用餐隔半 消防也安排学生人车分流 分时段上下学 既避免群聚传染风险 也不造成交通堵塞 为了避免低年级的孩子 跟高年级的孩子 同时太多学生涌入校园 这样造成群聚的效应 所以我们有跟新生的家长通知 希望他们七点半到八点之间 再进来校门就好了 这样也能够达到校园 人流的分流 为了应战疫情 每间学校都无所不用其机 只期盼能提供安全的学习环境 让老师学生家长们都能安心上课 记者刘雨婷桃源报导 稍微休息一下 待会回到我们的新闻现场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茜茜 一起网路都设定好了 招牌不够亮 就要靠实打实的料 多人共享稳定有感 中家宽评 全经营区提供EG宽评服务 看见真实力 中家宽评 升级EG光鲜上网 千远有找 立即抢办 友善桃源 逾居城市 除了重大建设要推动 市民的照护 与服务也要落实 迎接高龄化社会 老人长照 也需要更多的关注 桃源人口已经突破了 227万 是六都最年轻的城市 航空城 捷印与铁路地下化 都在逐步推展 桃源市议会 与市民同在 打造建设监督市政 打造幸福遗迹大桃源 接下来请收看中家新闻 欢迎回到我们的新闻现场 上周桃源市公告 环保志工要恢复出勤 65岁以下要打完一剂疫苗 而65岁以上的志工 则要打完两剂才能够出勤 让地方里长跟志工痛批 这个条件是太严苛了 市长曾文灿也听到市民们的心声 在30号是宣布 志工只要获得 这个接种一剂的疫苗 超过14天就可以恢复出勤 防疫降为二级 桃源市关怀据点志工 只要打完一剂疫苗就能服务 但上周却公告65岁以下 环保志工打完一剂就能出勤 但65岁以上的志工得要打完两剂 让许多里长跟志工疲不合力 那其实我们环保志工多数都是超过65岁 将近三分之二的人员 所以实际上可以符合扫地的人员 大概以我们60几位环保志工 目前符合资格只有10位 所以这样子来对里长来讲 会造成比较大的压力 也就是说我们环境经过两个月 那没有打扫草都长得非常的长 然后垃圾也到处都是 65岁以上打完两剂疫苗的志工 其实不多 甚至连里长自己都打不到两剂 条件相当眼科 桃源市环保局回应都是为了安全考量 现阶段已经遵循市长指示 志工只需要打完一剂就能出勤 那有关这个环保志工的出勤 我想我们还是请所有的志工队 可以配合我们市府的相关政策 那当然志工们可能也会关心说 权益的部分 像他们隔年度的一个观谋的一个时数 或者是每个月的运作经费 那在这个部分呢 我们市府这边会从官来认列 就是运作经费的部分 都可以留用到年底 那有关不能出勤的月份的这个时数 我们在隔年度计算的时候 也会把它扣掉 另外也有人担心 若是不能出勤 是否会对志工的福利跟时数计算有影响 环保局则表示不会有影响 同时也呼吁民众一起维持环境清洁 此外伟一投影报道 位在大溪的山珠湖生态清水园区 原本是非法占用大汉西河川区域的私人主题乐园 多年前拆组后 园区内的生态自然蓬勃繁衍 不过除了有台湾原生种的植物 台湾平蓬草 也发现外来种布袋莲 以及粉绿胡维藻入侵 为了营造永续生态环境 市府水务局以用友善的工法采取人力清除 但年下来 现在山珠湖的环境变得更美了 大溪山珠湖是当地民众休闲好去处 尤其七座自然湿地 是园区内的一大亮点 不过两年前 这里却发现许多外来种 像是布袋莲与粉绿胡维藻 大大排挤台湾原生种植物 台湾平蓬草的生存空间 因此水务局3月起 每月以人工定期清理 目前外来种植物已经相当稀少 山珠湖有我们桃园的特有种的台湾平蓬草 所以原生种才是 生根在这个水域里面主要的植物 可是我们不小心带进来布袋莲 反而长的水池都是 那是基本上这个都是 我们整个不管是在地的水环境的行手队 或者是说水务局 各层大家很多的志工 就一起要去把这些 比较不适当的这样子的外来种把它移除 将有绿癌之称的小花曼泽兰清除 约美里里长表示 有六成里民会来到山珠湖休闲踏青 除了水生外来种 还有红火以及美国熬虾等生态隐忧 希望市府能彻底根除 让外地人可以体验这里的生态之美 我希望说未来市政府跟民间 也跟我们在地的里民也好 跟我们的所有的寻手队也好 都能达成一个共识 保护环境 爱护大自然 让山珠湖生态清水公园 在台湾能更多人看见它 目前园区以小型交罚设备 搭乘人力驱动 在水池中进行移除作业 并将移除的外来种 以自然堆匪的方式 放置园区旁自然林带 落实园区倡导的自然自营模式 每个月目前清理一次 针对七个水池 清出来的布袋连 举粉粒胡维藻的数量 其实是蛮多的 那第一个月蛮多 但是逐月渐渐的减少 那另外呢 为了让整个循环经济 能够来个持续 我们把清除好的粉粒胡维藻 还有布袋连 会放在我们的堆肥区做堆肥 堆肥之后呢 可以再做其他的 我们所需要园区的桥木 以及实在的一个养分的来源 所以成效是很良好的 移除外来种的方式相当多元 里长认为透过举办活动 用环教的方式 让民众一起参与 除可增加民众环境概念 同时也能移除外来种 是一举数得的好办法 记者吴永纯桃源报导 桃源市政府110年度青年职场实习 继大专青年学生公部门 暑期公读计划 日前在中和会议厅举办成果展发表 让学生们能够透过有制度的管道 来培养专业技能 缩短学用落差 而职场中的人际互动 建立了正确的就业态度 参与的同学们都说收获很多 桃源市政府110年度青年职场实习 继大专青年学生公部门 暑期公读计划 在日前举行成果发表 一共有500位学生 参与进入公私立部门实习 林同学表示 职场跟学校的环境氛围相当不同 学校大家都是比较亲切的相处 可是在门区公所 就是要跟比较多的长官 然后帮他们做事情 就是光讲话跟对答的方式 就要比较不一样 然后跟学校比学到的东西 就是要怎么跟 就是在社会上要怎么跟大家交流 就是跟上级长官什么的 就是要比较恭敬的态度之类的 同学们表示 实习公读的过程里 也有许多有趣的事情 而且做事也需要细心 因为一不小心 可能就会打乱流程 很多工作上的细节 我也没有想象中那么简单 因为你如果一个小细节错了 后面就一错再错 即使只是一个小小的影印或是扫描 只要错了可能就会造成后面没办法入障等等 因为我们是要就是负责接那个民众打来问疫苗的相关问题的电话 然后就在这之中会遇到很多形形色色的民众 然后就是就是在对答上面就是会学到比较多待人处事或是应对 这么应对他们的那个方法 今年暑假桃园市推动的青年职场实习跟工部门暑期攻读两项计划 让学生透过有制度的实习管道来培养青年转业技能 体验职场中的人际互动建立正确的就业态度 并且培养职场共通的核心竞争力 透过这个实习可以让所谓的学用落差 从学校到企业这个桥梁搭建起来 让学生可以及早的发现自己的职业生涯的兴趣 也对产业能够更深的了解 所以我想年轻人走入社会的第一里路 我们要给他们最大最温暖最坚定的支持 我想这个计划是很棒的 郑文在市场表示 桃园市一直以来都非常重视青年就业跟职能赔利 推出企业职场实习 工部门属其攻读 以及地方创生建席学院等青年实习方案 提供多元的政府资源 进而达成青年稳定适行就业 记者赖伟一桃园报导 民国99年9月1号 当年有见越来越多的家庭有饲养宠物 并且会到附近的公园进行活动 桃园巴德市圆灯所因而在陆续增加了快30座的狗变器 要提醒民众注意清洁的重要性 让宠物和民众都能够拥有良好且干净的休闲环境 请看今天的历史上桃园 民国99年9月1号 当年有见于越来越多家庭有饲养宠物 并到附近的公园进行活动 桃园巴德市圆灯所因而陆续增设了快30座的狗变器 要提醒民众注意到清洁的重要性 让宠物和民众都能够拥有良好且干净的休闲环境 提高环境品质 当年桃园巴德市圆灯所参考法国公园经验 引进设置狗变器 不但让爱狗人士遛狗时更方便 也让民众来到公园游气时能享受干净的公园 记者综合报导 以上就是今天中佳桃园新闻 感谢您的收看 我们再会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各位民事官好 我是145号林文盛 没有走后门的权利 就要有不平凡的实力 全速支援 风雨无阻 五大都会用不实测 下载速率第一 看见真实力 中加宽屏 升级EG光鲜上网 千远有找 立即抢办 请不吝点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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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